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凯文 我又来了 大家看到今天的阵势了吧 比上一次的阵势还要大 我们今天的视频 接着讲如何使用混元视频模型 进行生成AI视频 而且我们要对生成的视频 进行高清的放大 在上一次的视频里面 我已经能够做到 生成732x768这样的分辨率的视频 但是现在我们要使用 高清放大的模型 对生成的视频进行放大 我现在已经能够生成 720x1080的视频了 当然你也可以放大的更多 取决于你的硬件是否支持 另外我们要对这个生成的过程 进行进一幕的加速 之前我们使用的加速的方式 是叫Tcache 然后最近发现 有另外一种加速的方式 我看到网上网友的测评 它的速度比Tcache要 提高10%到20% 它就是Wave Speed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节点 也引入到我们的工作流里面 所有的工作流 还有其他所有的BBA的文件 我都会分享给大家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启动 谷歌云的服务器 首先第一步 我还是先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账单 点击Building 好了 可以看到 我到目前为止 已经使用了50.07美金 然后其中 全部的费用 都是从Credits里面扣除的 我并没有花钱 然后我再次确认一下 我还剩多少Credits 可以看到 它之前总共送我1300美金 现在这里还剩1248.74 所以我还可以使用挺长的时间 然后它免费送我的这个钱 它的到期的日期是25年的3月13号 所以我差不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去把这些钱用完 然后我们点击Google Cloud 回到这个主页 然后我们再打开Vertex AI 然后点击Balkbench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创建的 这个运行环境 那我来选中它 然后点击Start 好的 这个运行环境的服务器已经启动了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OpenJopit Lab 就能打开这个网页 现在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这里有三个代码文件 这是我们上次视频使用的文件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下载器 我们需要下载两个新的东西 一个是加速的节点 另外一个是高清放大的模型 首先第一步我们把代码 我们把鼠标 放到这个第一个框里面 然后点击这个运行环 好的 第一个运行环 然后第二个 这个地方可以不用管它 下面我要充建两个空的 新的空的代码框 然后我要把新的代码 拷备在这里 代码呢 我放到我的Notion这个页面上面 这是第一段代码 点击这个 拷备它 然后来到下载器这里 然后把它拷备在这里 然后点击运行缝号 我们就下载这个新的这个 加速的节点 这个节点的页面是这个 转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GitHub上面 Confi Wave Speed 这个加速的节点 它和我们使用的T-Cache 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速度是比T-Cache 要快的 我会在本次视频里面 对比一下这两个加速的节点 然后来到这里 就运行一下就行了 第二个我们需要下载的东西 是高清放大的模型 我们要对生成的视频模型 进行高清的放大 然后呢 代码我也放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页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我把这个代码拷备一下 然后来到下载器这个地方 随便找个空的地方 把它拷备在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 运行符号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高清放大的模型给下载了 好了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今天要使用的工作流 广延视频模型高清放大工作流 这个我会分享给大家 把它上传到 把它直接拖拽到这个工作区 你就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文件 然后我现在来快速的说一下 这个工作流和之前的区别 把它放大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模型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你能看到这个已经配置好了 这个是风格模型 如果你按照我之前的作法的话 你应该有这个六七个 可以用的风格模型 也就是Laura 然后在下面就是这个 加速的模块 叫Apply First Block Cache 这个就是Wave Speed 然后它默认的这个加速的参数 设置成0.1 这是作者建议的参数的试制 然后再往这边 这个是我们原始生成的视频的分辨率 我现在默认设置432768 然后你也可以进行别的设置 或者说等后面的高清放大 然后这里这个Lens 就是我们总的部署 这个数值必须是4的倍数加1 否则的话会出错 然后再往下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我们的放大模型 这个按照你刚刚的下载方式 这个模型就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把它 如果你用这个工作流 它已经默认加载到这里了 然后这里就是放大以后的分辨率 我这里默认设置560乘1000 然后这里也写上了一些建议的分辨率 你就可以试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直接点击这个Q 直接生成按钮就能生成视频了 好的 现在我们对比一下 这两种加速方式它的速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用tcache加速 它有三种加速方式 我现在选的是1.6倍加速 然后生成的视频的分辨率是432乘768 我这边做了几组实验 你可以看到它的时间 这个256秒 232 203 232 233 平均时间大概是230秒左右 其中这个最短的时间200秒 我是用了2.1倍的加速速度 全部都是一样的 我做了几组实验 我们看看它的时间 这个209秒 208 209 219 所以它的时间是209秒左右 然后刚刚那个是230秒左右 我基本上快了20秒 将近半分钟的样子 所以它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而且质量上的话 肉眼看上去 并不能看出来哪一个更好 所以呢 我这两个对比的话 我是推荐使用 Wave Speed这个节点 好了 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二部分的测试 第二部分就是对生成的视频进行放大 我这边稍微修改了一下这个工作流 然后呢 把它的输出接了三个节点 让它同时生成三个视频 然后这三个视频是不同大小的 这样的话我就能方便对比 这三个视频生成的图像的质量 因为它是来自于同一个提示词 同一个模型 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 分辨率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做的几组实验 好了 现在我又生成了三个视频作为对比 它们三个依然是有不同的分辨率 第一个是原始的生成的视频 它是432的 第二个是480 第三个是720p的 我们可以入眼看一下 这三个视频的区别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们下载下来 查看一下它们具体的大小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来到Config UI的文件夹 然后来到Output 所有生成的图像还有视频 都会在这个文件夹里 我们把最近的三个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它们的文件信息 看一下它们的大小 这是第一个 可以看到它的分辨率是432x768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是最高的这一档的 是720x1280 这是最大的 然后还有中间这一档的 中间这一档的分辨率是560x1000 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是怎么样的 可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 但是在我这能看出来 这个720x1280它是画面是最细腻的 另外两个就是稍微有一点 模糊的感觉 当你在使用这个节点的时候 你并不需要这同时输出三个视频 三个不同的分辨率 我现在这里接了三个输出 是因为我想要对比它们 确保对比的公平性 那么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用我分享的这个节点就行了 这个工作流它只输出一个视频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下你想要的分辨率 就行了 这个工作流我会分享给大家 把它放到我的OpenArt 然后大家只要从这里下载即可 然后这里其实我还有很多之前上传的工作流 并没有放到视频里面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下载 下载这个工作流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上期是上传的这个工作流对吧 直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就能把这个文件给下载下来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还有代码文件 对吧 在这个Resource这个地方 直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